牛排 米子牛排是我朋友饭店里面的招牌餐 对外的价格是158一排 这里的牛排骨不是西餐当中的牛排 而是真正的牛排骨 煮这道菜一定要选用牛的第3、10、5 这三根排骨来煮 主要是这三根排骨的脂肪含量始终 肉质更嫩、更黄、更脆 把牛排盖刀摘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一般每块在5到6个厘米左右 给牛排撒上一点毛毛盐 淋上一点生抽 搅拌均匀 再撒上少许的生粉 腌制15分钟 这道菜需要准备一些关键的辅料 红皂、枸杞、黄芹、荡森、圆柔、柳达粒 把这些辅料放入砂锅中 现在开始处理牛排 漆锅、下油 把牛排浇肥的一面先放入锅中 煎出牛排多余的油脂 用牛排只剩的牛油来煎牛排 可以使菜品的香味更为浓郁 这部火可以适当小一点 慢慢煎 不要着急 先煮油再煎香 感觉有点焦香焦香的了 就可以翻面了 要把两面都煎香 稍稍带一点焦脆的感觉 可以多翻几只面 一定要有忙活 急火煎不出来那种味道 把煎好的牛排放入备好料的砂锅中 盖上锅杆 焖两个小时 如此费时费力的餐 饭点里面都是提前煮好半层皮 把包好的牛排倒入锅中 调入少许的盐、胡椒面、蚝油和生抽 一起搅拌至大火收汁 收汁也是味道融合的一个过程 等到锅中汤汁粘着实 就可以了 当然卖的贵的餐呢 一般装盘是比较讲过的 不然对不起别人给的忙力 米子牛排由56岁的老厨师长亲自出售 喜欢的店长 我喜欢的介绍 等到下次再看 下次可以看我煮的餐 点关注不迷路 我是厨子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